那个时候放在那个 不不不不放放对放下去 露出来一点 你听不听不到 我突然想到那一个好奇怪的 What's this 那叫什么这样吗 对 那这个还要呢 放在连拍档直接拍就可以了 可以了 不错继续 上期节目里边我们就说翻牌子 然后我们的网友林莫峰说 大马老师抛去重量 您觉得Sony的7200G Master怎么样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7200G Master这只镜头 很多有朋友也在说 我7200的镜头怎么选 那我们这一期跟大家说说 7200这只镜头能来干什么用 然后重点来说说 怎么把这只镜头给用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彩蜂摄影杂志 我是大马猫本 七二百只镜头呢 其实是各个厂商的一个王牌产品 这个镜头最没得说的其实就是画质 因为任何的新的技术新的材料 各个厂商都要往这只镜头上招呼 比如像早期的什么防抖啊 什么非球面镜头啊 影视玻璃也都有 还要像尼康的最新的高折射玻璃 然后佳能的最新的ASC抗炫光镀膜 背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对不对 就这么说吧 这只镜头基本上是各个厂商的一个技术展示区 你能看到的最新的技术 最琢磨的材料都在这只镜头上有体现 那我们这期呢 主要讲的不是说怎么去选这只镜头 因为各个厂商七十二百镜头 最贵最新的那只一定是画质非常好 买它绝对没错 那今天主要来讲一讲这只镜头 怎么来把它给用的好 选这个镜头 2.8光圈是各个厂里边最贵的 那这个画质没得说了 就一定是它了 七十二百两点八 这只镜头素质这么高 但是它适合什么来用呢 首先如果你要是新闻体育摄影师 几乎人手一只必备 打三人员之一 如果您是拍摄室内人像 还有室内运动的话 这也是必备的镜头 那如果你要是拍摄风光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中焦和长焦 所以视角偏窄 它有天然裁切的作用 所以风光摄影师也是爱不释手 昏纱影楼 小哥人手一只 这都不用说了 拍鸟的老大爷嘛 觉得这只镜头不够长 不是太喜欢 但是拍荷花的老大爷 那也是爱不释手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只镜头 苏尼佳能都是白色的 又粗又长又专业 就算是您不拍照 不会拍照 往脖子上一挂 也看起来像一专业省事 那这只7200 2.8的镜头 也不是没有缺点 在使用层面来讲 如果你把它来拍摄人像 我估计很多的小姐姐都不会喜欢 为什么呢 70毫米镜头 2.8光圈不够大 其实它的效果 还不如50毫米1.4的这种梦幻虚化 但如果您用200毫米长焦取拍 那就有一个问题 你会把姑娘给拍成一个大饼脸 这时候姑娘肯定会不会喜欢的 那我们这次就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用70-200把姑娘给拍漂亮 下一点重要的就是要利用光线和营造光线 初学者使用长焦有一个误区 就是以为用长焦大光圈把背景虚化 就能突出主体拍摄一个好的人像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不注意使用光线的话 你就很容易把姑娘拍成一个大饼脸 那在拍照的时候越是使用长焦的镜头 因为它有很强的空间压缩管 你就越要注意光线的角度和方向 用光线来刻画人物脸型的立体感 比如像现在的一个场景 那我用天上的这个光线 正好是45度作为这个照片的主光 然后配合这个背景非常干净的一个画面 我们就可以拍摄一出非常有立体感 而且非常纯净 主体非常突出的一个人像的照片 用长焦首先要注意人物在画面里的比例 尽可能让人物不要离镜头太近 否则的话你拍到的话就是一张大脸 长得就算再漂亮的姑娘 你几十张照片下来全是一张大脸 没有背景看起来也太枯燥了 所以拍照的时候尽可能摄影师离人物稍微远一点 这样拍出的照片既可以突出主体 又可以交代一些环境 让内容看起来更丰富 再有一点就是利用200毫米的空间压缩感来突出主体 焦距越长的镜头 景深越短 背景的虚化越明显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使用长焦的目的 使用长焦的目的主要是因为长角镜头视角窄 它可以把背景杂乱的这些烂七八糟 七七八糟不想要的东西给它去掉 让画面更纯净 可以让主体更突出 但是在这里边要提醒大家一下 使用长焦镜头另外一个要点 就是注意前景 你的背景视角变窄 然后主体突出 但是呢 你会发现很多人忽略的拍照的时候前景 一张好的照片要有远景中景和近景 才是一个很好的纵深感的照片 你用长焦镜头画面变窄了 前景就没有了 所以你在拍照的时候试试找一些 比如花花草草啊 像栏杆扶手啊 这些东西放在前景里边 让画面看起来纵深更漂亮 别忘了拍摄一些局部的特写 200毫米这只镜头 非常适合于拍摄专注的一个视角 我觉得你可以用200毫米镜头来拍摄一些广角镜头 不能拍的这些特写的镜头 这样的话让你整组照片的画面看起来内容更丰富 然后画面更独特 总结 其实200 2.8这只镜头它是一只上手很容易 但是用好不简单的镜头 你可以用长焦很容易拍出背景虚化的这个画面 但是你发现一张照片光有背景虚化是不行的 最关键的还是取景和这个光线使用光线营造的这个功夫 至于这个镜头你是买2.8还是买F4 我建议啊 2.8的镜头光圈大 而且它可以得到更浅的景深效果 最重要的它对焦速度快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拍摄这种有运动物体场景 包括抓拍人物 还有这些风中摇曳的荷花的话 你可以上2.8这个大光圈的镜头 如果你只是用它长焦拍摄一些风景的照片 比如说用它长焦拍摄局部特写的话 我觉得F4光圈就够用了 反正你在拍摄的时候 为了追求它的极致的锐度 要把光圈收小 或者收到F8或F11来用 要上三脚架 那至于你拍摄这个相机 你是用2.8的镜头还是F4 不管你用哪只镜头 我都建议你要买带反抖的那个 因为长江镜头嘛 你要是把手持拍摄的时候 经常不小心手抖 导致很高的这个拍照的疏力 那至于是买原厂 还是买副厂 我是觉得副厂第三方 在镜头的锐度方面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差别主要是在 比如像对焦速度 比如像它这个镀膜技术上 如果你要是不差钱 我建议一步到位买原厂 毕竟原厂的镜头 看起来更帅更专业 这个装逼还是很到位的 逼了逼了 反正这只镜头 我不知道你用的这个频率有多高 这只镜头 我去年总共才用了大概三次 反正对我来说 是一个使用率非常低的一只镜头 但是也是拿出来很好玩的镜头 今天聊了这么多 回头看看照片 然后希望大家拍得更开心 玩得更愉快 你打算买这镜头吗 杀了我吧 沉缩 我有85 1.45 我还用它干嘛 有85 1.45 我觉得这只镜头就不用再买了 我觉得有它85拍人像就足够了 我的肩膀受不了 我还要做美美的摄影师 行吧 感谢收看本期的彩蜂摄影生化大致 我是大盲帮员 咱们下期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抽奖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期的这个节目 而且这个奖品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有黑幕吗 我们这个抽奖的 偷工不一小月 我们这个抽奖 不玩了 不玩了 这么容易把我卖了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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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